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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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診了1325宗陽性的個案 有兩宗是輸入性個案 其他的1323都是本地個案 總共去到昨晚 去到昨天 不計今天的數字 我們本地個案是5535宗 自從12月31日 如果我們分析地區 類似是葵青區、深水埗、沙田 比較多個案 接著是屯門和黃大仙 而一月的個案主要集中在葵青和黃大仙 二月的個案就在深水埗、沙田、屯門比較多 我們一樣都是陸續收到很多老人院的相關個案 在重徽護老中心九龍觀塘通榮街 有個保健員初步陽性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在玄州宿舍 有一名確診個案 我們都會和他一起住的人需要檢疫 揮陶護老院在安麗婚園 有兩個是初步陽性的個案 還有一些是快速測試陽性的 這裏可能是有傳播 我們說有傳播 可能都會比較多的人士 大概40位左右的人士是需要檢疫的 另外香港心理衛生會 蔡馬會心梅亭 都有一個確診個案是一個院友 另外是明外麗國縣在深水埗 有一個工作人員確診 從月園企恩護養院企日監護理中心 都是有一個護理員確診的 另外圓圓護理安老院在荃灣老圍道 都是有一個確診人士 還有一個院友在鴻圖老人園 我們都在初步陽性 另外還有不相華神父護腦而養怨 就是說有一些人是確診的 都比較多的 人際醫院有一名86歲的男病人 昨天因為發燒 由救護車送到明外醫院留醫 我們後來轉送去人際醫院接受隔離治療 病人入院時情況嚴重 病情持續惡化 延至今天凌晨4點07分離世 另外亦都是有一位伊麗莎白醫院 一名88歲女病人 由救護車送到廣華醫院急症室 轉送到伊麗莎白醫院接受隔離治療 昨晚呼呼確診病情持續惡化 延至下午2點17分離世 中 nhất 至少派這一間 Attorney 你 關於 cir 開 二 你 有